什么样的美味要等到海枯石烂 所有人都去抢 什么生蚝一口吃不下 还能跟脸比大小 这个差太多了 比我的脸还大你看 马上带您开始我们今天的 山海寻仙之旅 这根溯源探产地 欢迎来到随之盘中餐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食材 但是您真的了解它吗 今天我们要溯源的是什么呢 奔赴山海探寻美味 延延夏日正是吃海鲜的好食节 夜宵大排档上随处可见 烤生蚝 扇贝 还有鲜子等等 这些都是以鲜味著称的海味 那么海里有着无穷无尽宝藏般的食物 我听说现在要想获得这些海里的鲜味 得有新办法了 咱们就拿第一个要出现的海鲜来说 要想尝到它的鲜美 不仅得等 而且还得等到海枯食烂 到底会是什么特别的美味呢 咱们马上跟着溯源小分队 去现场看一看 有什么能比心心念念了一晚上 却求而不得 够让人失望的呢 不到晚上八点就已经来端货的 正是我们主持人所说 要等到海枯食烂才能吃到的美味 白鲜子 制作时甚至不需要什么步骤 只等温度上来 让白鲜子微微开口 炭火持续制烤 使鲜子肉表面看起来略带焦黄 如此简单的烹饪步骤 竟然让白鲜子 成为了夜宵台上绝对的宠儿 总结下来大家吃的就是白鲜子的一个鲜子 可是要想吃到白鲜子 也不至于要等到海枯食烂吧 你们家里显得为啥那么火呀 因为我在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取货 它每天就是出的量特别少 所有人都去抢 都是限量的 我都需要去抢 不仅要等到海枯食烂 还要每天去抢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快看那边 这大海呢 根据杨孙给的线索 探寻小分队来到了二届沟镇的码头边 恰好遇到了一群要去挖白鲜子的人 打算跟他们一同前老 游艇速度很快 我们像是飞驰在大海上 大概航行半个小时左右 游艇开始慢慢降速 我们却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们竟然从一条船来到了另一条船上 而且我们等了半天 大船也丝毫没有动静 像是稳稳地扎根在海上 这会儿 大家开始自觉地在一个窗口前排起了队 好像是在领什么东西一样 这是什么 为什么还给我们美人准备了一双袜子 除了一双让我们摸不清头脑的袜子 我们还发现了一张线索卡 这上面写的为避免贪图的尖锐贝垒扎伤双脚 可是我们这都已经到海上来了 这怎么还写的是到贪图上呢 就在我们纳闷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 你快看 快看那边 这大海呢 船周围的海水竟然在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贪图 原本停在海面上的船 生生变成了搁浅在贪图上 刚才我们是不是坐了半个小时的船 到了海上 然后我们又从小船换到了这个大船上 那刚才我们看了是不是周围都是海 那为什么现在你看后面变成沙滩了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海水都去哪了呢 难道这里还有什么阀门 可以让海水消失不成 我感觉我已经找到白选子了 因为这个脚底下 好像全是这个贝壳类的东西 因为特别特别扎巧 这里确实是一片贪图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蛤蜊港它是一片水下的贪图 它涨潮的时候就是一片大海 落潮的时候才是一个贪图 我们才能到上面去采贝垒挖蛤蜊 所以说我们每次去蛤蜊港 就必须等着刚刚开始落潮的时候 我们就乘船出海 在大海的中间我们等 等这个潮水都落光 以后我们下雪 带着工具穿着袜套去采我们的白衔子 为什么说白衔子 是等到海枯食烂的美味 海枯很好理解 是等到落潮海水退去 而食烂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 众多河流学沙石注入 接受了海洋的挽留 河流内的沙石被浸泡冲刷成细粒 形成一片高企的滩涂 这是潮涨潮落的自然规律 正是因为人们利用了潮汐 才能在恰当的时间来收获鲜美且珍贵的白衔子 你看我这几产子下去之后 就能上来很多 你看这个一个两个 这下面还有好多三个 这都是 同时因为淡水的注入 隔离港的饵料生物特别丰富 再加上泥沙含量的比例 十分适合贝类的生长 所以这里的白衔子不仅数量多 而且个个肥美肉满 咸嫩无比 这是大海带给我们的馈赠 可就在我们认真干活的时候 说是来踩白衔子的那群人 却有了奇怪的举动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们在跳踩舞舞一起来 跳踩舞舞 对 怎么来 跟我一起跳就行了 HAY wi 一起跳就行了 HAY 太路踩背舞 HAY 我被拉着跳了五分钟的踩背舞了 这就是为啥要跳舞 一直 低头看 我们的对类白衔子是不是机专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踩舞的一种方式 叫做哈浪斯贝 对 你等水清一下就看见了 看点小这边 差不多了 这些 看 像五分钟的彩背舞 就能收获那么多的白衔子 对 还有我们彩背的神器 这彩白衔子竟然还有神器 我们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 又回到了船上 果然看到了一些大家伙 终于下海了 本来看起来是个大块头的机器 到了海上也变得渺小 机器前端将泥沙和白衔子 一起卷到传输袋上 传输过程中通过刷子去除多余泥沙 之后白衔子便被传送到 后端的网框里省时又胜利 不过我们发现 机器向前作业的同时 很多白衔子竟然又被留在了摊图上 数量竟然还不少 那么多的漏网之余 难道说机器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这个就是这个机器的优势所在 补大留小 优势之一吧 我们补的是大规格的 小的这是它的苗种 必须给它圆摊再放下来 所以这不是漏网之余 这是它的这个小苗 对 专门让它漏下来的 白衔子不但是大海带给我们的鲜味馈赠 也是摊图系统不可或缺的生物 机器运作时符合规格的白衔子 会被传输到后端的网箱里 而还在生长中 规格较小的则会通过网筛 筛毁的摊图继续生长 这技能精准捕获大个儿白衔子 还保护了摊图的生态环境 潮水慢慢上涨 裸露的滩图被海水逐渐淹没 挖白衔子的工作也到此结束 根据自然规律 获取大海中的食物 是人类最原始的智慧 段华钞是土生土长的渔民 这会儿他要负责传上大家伙的伙食 劳作了一天的人们 最需要味蕾上的慰藉 不过船上地方有限 段华钞要做的拿手绝活是什么呢 与其他人不同 段华钞选择在一开始 就把白衔子倒入锅中 这难道是要先炒白衔子 再放做料吗 那也不对呀 他连油也没割 这做的是哪门子的腊潮白衔子呢 锅中温度上升 白衔子自身的水分在慢慢蒸发 所以没有及时加水 也不会糊锅 当白衔子的口微微张开时 时机到了 段华钞迅速将它们又捞了出来 白衔子特别容易熟 热锅一炒很容易开口 那直接腊炒不就行了吗 为啥要多此一举呢 因为这个白衔子吧 它里面有那个原汁原汤 必须刚耗 刚耗以后把那个汤汁出来 又炒起来才更鲜 不能加水 要是把这个汤的这个鲜度 先煮出来是吗 对 必须给它煮出来 白衔子马上要第二次入锅了 油锅中放入葱姜蒜 再加上必不可少的红辣椒 等到炒出香味 便可以放入已经过所鲜的白衔子了 而此时才真正到了展现功力的时刻 此时的白衔子几乎已经熟透 所以入锅之后要不停地翻炒颠锅 才能使白衔子既入了味儿又不会变老 等到白衔子均匀上闪之后 便可以出锅了 让人等到海枯食烂 才能品尝到的白衔子 是大海带给我们的鲜美味道 也是渔民们辛苦一天后给自己的犒劳 白衔子的生长环境特殊 需要通过利用潮汐规律才能获得 除此之外 为了让人们能更快更多地获取到海里的鲜味 利用海水进行人工养殖成了重要途径 同为夜市宠儿的生蚝就是其中之一 两片贝壳一大一小 撬掉小壳 剩下的大壳就是一个完美的容器 天生适合烧烤 加入经典老搭档蒜蓉 更可以激发生蚝的鲜味 猛火加热 蚝肉渗出汁水 海陆精华全都凝聚在壳中 石屿跟着蚝肉一起跳动 让人端起生蚝 一口一个 在福建省张州市赵安县 这儿的夜市上 几乎每五步就有一个卖生蚝的摊位 要说这里的生蚝有什么特点 那就是朴实无华的大 老板 你好 你看这生蚝怎么这么大呀 这什么生蚝呀 我们这生蚝都是超大个的生蚝 跟其他摊位不一样的 你可以对比一下普通的生蚝 跟我们这个生蚝 这也差太多了 比我的脸还大你看 我一口都吃不完 要吃好几口才吃完 烫一口 老的大 新鲜 美味 多大 一口一个很酸 大壳 蚝肉入口 鲜味炸弹 立刻在口中爆开 带来无穷的满足感 可是 这生蚝为啥大这么多 生蚝变大的秘密 究竟是啥呢 根据生蚝摊老板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设置组前往巨型生蚝的主产地 福建省张州市赵安县的美里镇 一探究竟 在这个人口不到五万人的小镇上 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着与生蚝相关的工作 而即将带领我们出海寻找巨型生蚝的 就是这位 在从爷爷辈就开始在这里养殖生蚝的 富大哥 这茫茫大海 生蚝究竟在哪呢 可是坐上快艇的我们 别说是在海上找生蚝了 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快艇在海上全速行驶了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终于在海面上 发现了与生蚝关系密切的东西 那个船就是捞生蚝的船 这下的都是生蚝吗 对 有好多呀 富大哥用机械臂缓缓从水里钓起一个大网笼 这网笼里真的是巨型生蚝吗 好沉 好沉 好滑 这哪些是船豪的 我怎么看不出来 这么大 这就是跟我手掌一样大的船豪了 是 两个大小差好多呀 你手上这个拿了这个大的三倍体 是属于比较新的品种 然后速度比较快 原来生长速度快 个头大的三倍体生蚝 是近年来科研人员们 培育出的优良养殖品种 它的个体能比二倍体增加38%以上 在肥度口感品质上都给人带来了更满足的舌尖体验 想要从海洋中获得食物大多都是烤天吃饭 生蚝在实现人工养殖前只能等退潮时到海洋中的岩石上采收 产量和质量都不稳定 集中的养殖以及品种的改良不但让食客们能随时吃到生蚝 更是吃到了高品质的大个生蚝 可话说回来 我们平时买生蚝时 总能遇到壳看着不小 里面的肉却不肥的情况 到底该怎么挑到壳大肉也大的生蚝呢 诶 这副大哥怎么还敲上了 可以敲一敲摇一摇这样子 那里面这个肉的松动情况是怎样 就能感觉到里面是不是水比较多在晃 对 水比较多的那种就是肉比较少的 比较泡满的它就不会 那还有一个我看您一直在那翻找啊 看来这是在看什么呢 就是主要看它的形状嘛 如果它是长得比较厚 它这个比较厚的话 它就是那个肉有可能就会比较多 比较扁这种它就那个肉也 哦 这下面就扁很多 对 扁的话它那个面肉也是不会那么多了 就是我们不只是要看这种的大小 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它的厚度 看厚度越厚的肉应该会多一些 一敲 二摇 三看厚度 掌握了这三个方法 保管您挑到肉肥的生蚝 人工挑生蚝费时费力 如今在生蚝分悬场 只要通过机器一扫 就能精准挑出肉大的生蚝 传送带上的生蚝 全都一颗一颗精准地掉入下面的筐子中 我们发现这下面接生蚝的筐子 还有蓝白黄三个不同的颜色 这不一样吗 这生蚝 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是蓝色是小个的 蓝色是中的 白色是大个的 有区别吗 我看看啊 它看起来 我感觉这个壳 个头什么的 差不多啊 冲一下这个 这个生蚝是196颗 对对对 这个是212 对对对 212 这个是217 这216 17差不多 对对对 这个看着都差不多 这可能是肉比较肥 通过自动分享机的精准测量 生蚝壳里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 大海带给我们的馈赠不仅是食物 利用海水资源进行生蚝养殖 实现食物资源最大化 再通过科技手段 让生蚝变大 曾经普通的夜宵美食 也在悄然发生着新变化 变大个的生蚝 不但壳大 肉也大 一口下去 让人心满意足 在当地 想要吃出大个生蚝的鲜美 那必须是这种吃法 赵安人就是很出面做猫仔做嘛 对不对 从小吃到大 晚上不吃就很放 就好像你肚子很二十 倒是这一次 一个习惯嘛 很舒服 因为它有好多配料嘛 搭配很好吃的 猫仔粥就是这些 鱼类肉类虾类 这些都凯莉啊什么的 都加在一起 然后煮成一碗粥 跟猫仔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 我们这边说 就是跟煮给猫吃的一样 都加在鱼啊肉啊什么 都加在一起嘛 本地猪肉制作的手工肉园 切段去好刺的几种鱼肉 挑完虾馅的虾肉 当地特色的蛋卷和苦瓜酿肉 还有给粥提味的关键 生蚝肉 直接去壳的大个生蚝肉 肉大饱满 鲜味也更足 这是这碗粥的基调 经常来吃的 就有 经常来 然后现在就带小孩来 让人暖心暖胃的好味道 来自于老板对好食材的坚持 猫仔粥吃的就是一个鲜字 鲜从蚝来 对生蚝肉的选择最不可马虎 在当地 要想展现出猫仔粥的别样鲜味 还少不了一个特别的搭档 我爸他主要就是得炸油条 油条是我爸的老秘方 因为我爸炸的油条比较脆 不会说很老 吃猫仔粥都会配一条油条 对跟豆浆油条是一个道理的 一种味道总是能潜起人们的怀念 大海变幻莫测 但始终如一地给我们提供食物 人类对美味的无限追求 促使他们利用智慧来获得更多的食物 无论是白鲜子还是大个生蚝 亦或是更多的海里鲜味 大海总是能给我们带来别样的食物体验 海洋是一个聚宝盆 鲜味十足的白鲜子 肥美大个的生蚝 都是大海带给我们的馈赠 要想把海洋变成粮仓 不仅需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 也需要智慧来利用好海洋这个天然牧场 开发出更多更好的食物资源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